娱乐转圈圈 主角还有爱情发生的一个角色 很多的网友也纷纷表示 之前在流星花园里面 她的造型那么的绝 也正是因为这一个角色 被大家帅气认证的王鹤蒂 真的不太适合古装形象 这一部电视剧里面的古装形象 真的是太彩雷浪 一直以研究在娱乐圈里面 称霸的95后 小生王鹤蒂这两年的 电视剧电影邀约 也是相当多的 这一段时间 还和娱乐圈里面的 另一位女明星秦蓝一起 合作了一部新的电视剧 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 两人也是饰演了 一个姐弟恋的情侣 两个人站在一起的 CP感真的是太强了 本来在最开始这一部电视剧 刚刚官宣主演阵容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网友 想象不到王鹤蒂和秦蓝搭档 会是一个怎样的观感 不过从最近曝光出来的照片 以及两个人在私底下的互动中 也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站在一起真的是 非常的般配呢 而王鹤蒂并不是一个 比较专业 并且科班出身的演员 在通过流星花园 这一部电视剧 成功出道之后 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的资源 可以说是相当的好了 他的颜值也确实是 从其娱乐圈男明星中 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了 除了和秦蓝一起搭档 这一部新的电视剧之外 王鹤蒂在前一段时间 和周也一起拍摄了一组短片 是以民国的形象 与大家见面的 不得不说 王鹤蒂和周也的民国形象 真的是太引人注目了 两个人的颜值那么多高 又在当时那样的环境背景之下 真的是很让大家羡慕呢 而王鹤蒂的颜值 也一直都不是大家喷的一个点 毕竟他的颜值相比于其他同期男明星 来说真的是高出了很多 虽然在演技这一方面 还有很多需要多加锻炼的地方 但是可能因为他的高颜值 大家对于他的包容度高出了不少 出道到现在为止 王鹤蒂在娱乐圈里面的绯闻 以及负面消息都是非常少的 自己的父母在四川经营了一家美食店 他还经常过去帮忙 真的是根正描弘扬 而王鹤蒂这一段时间 在娱乐圈里面的资源 也是相当的不错 之前还作为一档篮球类的 选秀综艺节目的常驻MIC 进行了录制 和其他几位男明星一起搭档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确实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大男生呢 最新的这一部电视剧 在陆续曝光之后 很多的网友也纷纷表示 不知道是这一部电视剧的 不怕到问题 还是王鹤蒂本身不适合古装 不过这一部电视剧里面的造型 真的是有一些太采雷了 你怎么看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